《二百七十八》 《頭條日報》 京都大文字山 2015年7月22日港文 批二十八任夜行將落京都位處盤地 夏天特別炎熱 而每年舉行的大文字五山送火 在環繞京都盤地的群山山腰上 用糕火描繪出巨大文字的活動 是京都夏天的一道風景線 也宣告夏天即將結束 但我怕了京都的熱 一定不會有機會看到這盛知 但五月到京都時趁天氣環算清涼 登上大文字山近觀山上的大 大文字山的登山口就在銀角字旁 細心走會看到小小指示板 千萬不要付費走進銀角字 但從未看過銀角字的話令當別論 銀角字的入口人山人海 擠滿了畢業旅行的中學生 但拐個彎卻即是清淨下來 上山途中只遇到三數個同路人 沿途是滿山的陸 淺淺的溝流 偶爾傳來附近學校的稀笑聲 充滿生氣 走完第一段上山斜路後稍稍回氣 眼前是直直的百多級樓梯 正盤算是否繼續時 迎面兩名回程的恆山客 看得它們輕輕鬆鬆下山 立即充滿力量 稍稍休息後一股酌氣走到山上 慶幸剛才沒有放棄 都達山上開陽柱景色 豁然開朗 可腐欠京都全景 傑木園跳都是城市建築 可見京都街道布局原自中國西安 即古代長安 都是整整齊齊的井字形 在山坡上布滿用作起溝火的小石坡 將它們連起來就是一個巨型大字 很興奮 彷彿找到大文治山的源頭 逢周三見報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